1 欸 小青蛙在幹嘛 喔 我剛剛不是要幫我 妳怎麼變順啊 腿好帥 沒有啊 妳今天不是說 她帶我介紹 希望的青蛙嗎 她想說 她第一次這個 青蛙掉了 青蛙掉了 青蛙的嗎 比較韓國啊 小青姐姐有告訴妳 不是每一種青蛙都喜歡掉的 我們今天要介紹的是 很特別的 它叫做樹蛙 樹蛙 專門爬樹的 所以 所以它跳的話 也是從這棵樹 跳到那棵樹 它才直接在地上 不然亂跳 它不會亂跳 噢 看我那邊那個鑰匙 還一直練一練 腿都快鐵頓了 小朋友 你們有沒有看到 會爬樹的青蛙呢 對 所以妳要多認識 妳就不會吐擠 好 那趕快跟著 乖不是還有小姐姐 一起去看 爬樹的青蛙吧 很可愛喔 好 Let's go 乖不是妳的騙人 妳說那些青蛙 是爬樹的 可是 它明明就是在葉子上 明明 樹沒有葉子 樹有葉子啊 可是現在這裡又不是樹 其實妳不要小看菇婆域 有的菇婆域 有的菇婆域 可以長得很高 比我們都還要高 真的 所以它其實慢慢爬 還是會爬上去 有時候它會 菇婆域不是有一根一根的地方嗎 對啊 它會躲在那個 一根一根那邊 有時候會有樹 比較潮溼 所以也會躲在那邊 所以你這個爬樹 就是爬菇婆域 對 那為什麼它 爬菇婆域的中間 平常它休息的時候 就會在菇婆域的正中間 然後裹成一團圓圓的 連腳都看不到 真的變得圓圓的 然後 不是很像玉嗎 一塊玉對不對 對啊很漂亮 沒錯 然後它還會這樣子躲著 然後眼睛 瞇瞇的這樣 這樣 好可愛 好可愛 所以眼睛也看不到 手跟腳也都藏在裡面了 對 在這邊要特別介紹 像台北樹 早期在陽明山很多 現在因為陽明山那邊有寶玉了 所以那邊台北樹蛙 現在也是越來越多 喔 所以說它是在台北 叮叮 產的花瓣 對 一開始發現的時候 就在那邊 所以嬰兒得名 所以我們這家台北樹蛙 那曾經 有一陣子 因為越來越少 所以就把它列入 我們台灣的寶玉類 蛙籠 所以小溪姐姐 你今天運氣很好 其實冬天晚上 就很容易聽到 他們在求我的寶玉 什麼樣的聲音 就這樣 格 格 格格 所以就好像在打格嗎 對 他們都會在一起 就是一個族群 就是在那邊格 所以就知道格格格 可能就有台北樹蛙的中心 那小溪姐姐還發現 這個可愛的台北樹蛙 它的肚子 它是黃色的 然後它的腳掌也是黃色 這個很像我們的 Kilolo軍曹耶 搞不好 Kilolo就是看台北樹蛙 對啊 可是它是Kilolo的祖先 對啊 因為台北樹蛙 它的最大特色就是 整支綠色的 綠油油的 台灣有很多蛙類 它有的是咖啡色的 有的是有斑碟 它只有台北樹蛙 最特色的就是 整支都是綠色 肚子黃色 你感覺皮膚好好 很光滑耶 對 它最符合Kilolo的造型 而且小溪姐姐發現 它的洗潭啊 有紫黃色的 而且感覺它可以黏得很緊耶 也很多的一些公司 專門研究年礁的 那個黏在牆壁 那一些設備的公司 它就會去研究 這個樹蛙的洗潭 那有做出什麼研發嗎 有一些無痕掛鉤啊 那些喔 都是有去參考他們的相關 哇 那他們肚子 剛剛發現是透明的耶 半透明的狀態耶 對 因為青蛙類的 它皮膚都很薄 所以在牆壯罩的話 你就會覺得它半透明 然後它坦白講 它的另外就是它的天敵耶 一般天敵看到它 它幾乎都會 都很容易被吃掉 喔 很容易被吃掉喔 如果被發現 因為它跟一般的青蛙 一般青蛙是 都是在泥土上面 都在地面上面 而且跳得很快 那樹蛙 它的行動很緩慢 所以... 對 它有時候還慢慢爬喔 用爬行的 然後有時候會從這一片葉子 跳到另外一片葉子 所以說它的家 就是在這種 烏浦魚上面嗎 對 所以它比較不敢弄 大部分啦 比較大片的葉子 只要在河邊 潮濕的地方 葉子比較大片的地方 都很容易去發現它 而且喔 它是偽裝高手 還有一個特異功能就是 它會變成根的季節 像秋天啊 它秋天是落葉的季節對不對 對啊 那整個大自然就變成比較咖啡色 喔 它的顏色整個就會變咖啡色 它也會變成咖啡色 對對對 自從綠色 自咖啡這樣子 自從咖啡色 然後滾出來會變成綠色 對 它就會變... 用它的深淺去 調整跟背景的顏色 嗨 小妙女們大家好 我是明珍探小溪姐姐喔 耶 小溪姐比較超過這個範圍 怎麼了 怎麼了 它是什麼事情啊 我要教妳示範 妳看這個台北樹蛙 它怎麼樣去做窩 做窩 對 怎麼樣求偶 欸 妳叫求偶想用什麼 很可愛 對 就是找老婆嘛 台北樹蛙的生活環境 一定要在 它的求偶環境 一定是水邊 然後有很多的蜜泥巴 很軟的蜜泥巴 然後有長一些小草 然後它們就會一人 不是人啊 一蛙 挖一個五公分左右的圓圈圈 然後就會很多弓的 就會自己有五公分的圓圈圈 就像小池塘一樣 然後它就會在裡面 然後就看誰叫得比較大聲 比較好聽 就會吸引母蛙過來 那為什麼它要挖這個洞啊 喔 因為它要躲在裡面 然後母蛙如果被它吸引過來的時候 它就會在這個洞裡面 進行它的繁殖交配 喔 就好像是送金凍房的感覺 對 對 對 而且喔 接下來會更好玩的事情喔 你就會看到 公蛙背在母蛙的上面 然後環抱著 然後呢 母蛙就會跳跳跳跳 跳到池塘旁邊 你就會看到母蛙 就開始從屁股那邊 坐坐坐坐 做成一個大概拳頭這麼大的 一個海綿 海綿 一個黃色的軟泡海綿喔 它就會邊做海綿 然後邊把它的軟藏在裡面 哇 這麼特別 把它的軟藏在海綿裡面喔 沒錯 它到時候就大概拳頭這麼大 然後等到 等到它裡面慢慢的 它裡面的 它的軟是那麼淡黃色的 然後在裡面慢慢慢慢的 它就會滷動滷動 然後就變成一隻一隻的小蝌蚪 然後小蝌蚪就滷動滷動 就會掉到水裡 然後那水裡面的 就是到時候出來的 都是台北樹 這麼可愛喔 所以它們的帆子跟一貓七貓 是不是不太一樣呢 對 它第一個 它冬天出來打洞 球偶 然後海綿 做海綿的軟囊 它裡面會有幾百顆的 一兩百顆的蛋 然後大概十天左右 就會變小顆粽 這樣它們會不會找不到 寶寶媽媽啊 喔 當然啦 它也不是普魯類的 它還是蛙類 它們到時候就解散各自 它這樣子很容易就被天理吃掉了耶 沒錯 所以它為什麼要一個暖囊要有好幾百顆蛋 真的耶 因為這樣缺了 就一定超級多蛋了 它要以量取勝 很多生物都是以量取勝 那同時你反過來看 同時它也養了這麼多大自然的動物 哇 所以小朋友 你們如果去外面玩啊 我看到這樣的蜘蛛魚 不妨留心一下 它們的中間點點 是不是有可愛的台北樹蛙 其實是在那邊的水稿高 但同樣的 也要另外注意特別安全 搞不好刺蝌金屋屍在旁邊 普境徘徊喔 因為冬冬菩薩 常常在大自然就是看到 它的旁邊 通常有時候會有刺蝌金屋屍在那邊 等待想要吃它 那這樣子冬菩薩你也要幫忙它 會有更多更多的下一代啊 有啊 我們下面 我們現在開始 整個社區都動起來 在做很多很多的濕地 就是希望它能夠有更好的環境 好 小朋友 你們一定也要一起看齊喔 那我們下次再去拍 連結到更多更酷的社會給你們囉 那我們下次再去拍 我們下次再去拍 拜拜